我拼命加班 绿桃发光 爱的负担 让我疯狂 外泡过腕子 总是我 可能我就是你 口中的那只 三刀的猴子 或许我就真的很该死 或许我就真的很该死 曾以为有台河河河河 就能在朋友面前装笔 曾以为爱能只相共生计 曾以发现比不过杜卡丁 随着山倒狂标态记忆 抛弃曾经一起的兄弟 自以为在上严肃度与激情 我的爱逐渐变成了透明 随着转速不停飘移 最后一刻想起是你 我拼命加班 绿桃发光 爱的负担 让我疯狂 外泡过腕子 总是我 可能我就是你 口中的那只 三刀的猴子 或许我就真的很白痴 或许我就真的很该死 我外泡过腕子 总奢望 轻叫太深的音乐相众 屏洞没了还有太宽 也许我们都曾经也是故事 那彼时的猴子 如果人生能再重浪一次 我会好好爱你这一次 随着闪到狂飘在一起 抛起曾经一起的兄弟 自以为在上严肃度与激情 我的爱逐渐变成了透明 随着转速不停的表演 最后一刻想起的是你 他是男的 如果以后的人跟女生交朋友 对 我没有分手 手够了 好 不要回来 他就不要回来 1 2 我拼命加班捋到发光 爱的负担让我疯狂 快跑过万字中失望 可能我就是你口中的那只 伤到的猴子 或许我就真的很白事 或许我就真的很该死 我怀怕过万字中失望 轻轿太深 因为想闯 拼头没了 还有太快 也许我们都曾也写过 是中那迷失的公子 如果人生能重来一次 我会好乐而你这一次 我望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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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线声 富三代名YouTuber千金鱼 小侯一军 我拼命加班绿道发光 爱的负担让我疯狂 你的手绝放不开 孤家求我留下来 是 至今周杰伦作曲和弦 MV高仿爆红动画 删到猴子的一声新歌 莫忘初衷 上线一天35万点月 直冲YouTube音乐类影片 榜冠军 我们独家专访了片中三位主角 先锁定未细牺牲 剃平头的猴子原唱本人2000 直接给那个阿妈剃 然后剃到我头整个都流血 靠超大力的 我几个好朋友 他们都是跟我讲 你剃比较帅啊 你剃比较帅啊 对然后我就被拱过去了 看起来抽象八九的他 竟然自爆是富三代 妈妈的娘家背景 叫人跌破眼镜啊 我那时候前阵子就想要做自己啊 然后就拍了一首歌叫Summer Day 然后就跟我妈拿了五万块去拍MV 连那个山脑猴子的预告都比他 比总顶越高 家人是在做什么的可以分享吗 哈哈哈哈 这很尬耶 家人是圈 家人是经营室的 游乐园啊 游乐园 哪一家有乐园 老人活 他阿公觉得他很热 他会加速那个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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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通东西 没有通东西 每次出了一首歌然后红了之后 然后我就开始做自己 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然后那个东西就没有 然后就不红 对就就 to 对于浪费了那一次举人的机会了 不说不知道 他也有个响叮当的背景哦 讲啊 期待的爸爸是试车型的YouTuber 有六十几万订阅户呢 手机还是拿起来看一下吧 他跟女儿生闷气起来 听说都以毒不回碟 最后介绍这个 第二个女友思琪不得了啊 她比粉红头发的山道女神 更适合犯贱 我以前接角色接林彦 我就是很XX 然后讲话就是 好像把别人带入一个陷阱 你知道吗 就是可能送别人去做酒店啊 的那种角色 我就很常被讲说 我这样好一句 你说这样吗 发型 对 我还好一句 你这款行为叫做什么 你知道吗 好像下心下情 真的有像耶 回不去了啦 这三个射手座这么年轻 就抓到了大好机会 所以前途会不可限量吧 念书时在网络发表歌曲 被谢和弦向众提息 2000不想下一步也继续蹭 小人国老板的外孙这么说 要突破 而且我们这种只是二创而已 我们只是站在那种巨人的肩膀上看比较远而已 三里娱乐新闻报导 这个上下集加起来啊 大概只有3%到5%的事情 是我真的真的亲身经历过了 就是有一个情绪勒索的部分 你知道其实全家有私讯我 哦真的吗 因为他们 罚路热身中 车圈的很多乱象 然后就是有什么雕车族啊 然后你看七里然后每天都在撞 什么男女纠纷啦 然后什么借钱不还 难道不能有一个懒人包 难道不能有一个警示的作品去 有点像是去启发大家说 你不用去走这条会造成很多痛苦 然后造成很多损失 造成你很多遗憾的道路 给我上YouTube去搜寻就是 讲描述山路上骑车的猴子的一些影片 其实已经存在一些影片了 可是大部分都是搞笑 你找错交往对象会怎么样 你到处乱欠钱会怎么样 你骑车的技术不去精进 然后自己乱骑 下场会怎么样 我觉得没有人用一个 比较黑暗的方式去诠释 我就是这种思维 我觉得算是看见一个市场的缺口 行销人写出来 市场的缺口 我们把妹圈就是少了把妹猴的故事 这个上下集加起来 大概只有3%到5%的事情 是我真的亲身经历过的 就是有一个情绪厄所 第二集的后半部 然后男主角走火入魔 他投射了他刻板印象 但是他讲话的方式 他其实是有点请了 你不照我说的做 你去外拍就是这样 你就是不尊重我 你不照我说的做 你就是不爱我 我有遇过另一半这样 有可能要好女生同学 然后他长得很好看 可是我跟他当同学这么久了 我也从来没有就是 我跟他在一起啊 或者是跟他很亲密啊 什么从来都没有 他就一直有一个妄想 就是说好像 Erik随时会被这女生抢走 好像Erik随时会去拔他 你知道其实全家有私讯我 真的吗 因为他们 发布热身中 没有啦 没有那么严肃啦 他们只是提醒一下 因为商标太接近了 我公司附近有 然后我家附近有 因为咖啡可以祭杯嘛 别人商标这样 然后我的祭杯 后来我跳船 我从7-11跳船到全家 我每天上下班的时候 在那陪大家塞车 我看着那些在玩手机的汽车驾驶人 我心里面就觉得 你们都不觉得这很愚蠢吗 如果今天不管是白排车还是重机 可以上高速公路 可以上快速道路什么的 可以让大家通行的时间 大幅的缩短 那不就可以解决很多交通问题吗 这是半世纪累积下来的问题 当然不可能我们今天办一个很大的活动 交通一系之间全部改掉 这一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要几十年的努力 但是没关系 我希望我们大家团结起来 好好支持我们这些路权团体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慢慢的一个一个改过来 希望有一天 有生之年 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小孩说 你看现在可以起 是因为我们大家努力的结果 刚刚很多安全跟重机的问题 很多先进前辈们都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这边就不多讲了 那我这边我想就一个 一般大众每天通勤的角度 去看一件事情 讲到通勤这件事情 通勤骑摩托车 我以为你要cue通哥 每个人都是这样子 就是呢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两段式左转这件事情 在台湾第一个提出建议的是交通部 在1999年的一个 机车交通管理政策白皮书里面 然后那是第一次交通部公开 向各地方政府去建议说 你们应该要让机车两段式左转 那当然交通部会这样子 是因为台北市已经先实施了 那在这一份报告里面 讲到一个很有趣的点 让我这个通勤组啊 非常有感觉 他说什么 我们那个交通部很喜欢科学嘛 对不对 然后这边民调 然后说什么 百分之多少的人支持百分之多少反对 那你要科学 我们就来科学啊 来你们1999年就知道 每辆车占用道路面积 机车静止的时候是1.1平方公尺 小客车是7.4平方公尺 所以是七倍 差不多 然后运动的时候 就是在行驶的时候 机车是6.92 汽车是29.57 三倍多啊 所以我每天上下班的时候 在那陪大家塞车 我看着那些在玩手机的汽车驾驶 我心里面就觉得 你们都不觉得这很愚蠢吗 如果今天 不管是白排车还是重机 可以上高速公路 可以上快速道路什么的 可以让大家通勤的时间 大幅的缩短 那不就可以解决很多交通问题吗 你看之前 每一次台北市长选举 然后都会有人说什么 啊解决内湖塞车 然后解决内湖塞车就干嘛 盖桥 盖路 把桥拓宽 你看 德州 的那个最有名的高速公路 二十几线 三十线 还不是每天塞车 没错 所以汽车 是解决交通的问题吗 绝对不是 它是制造的 加油 谢谢 谢谢 所以我们 所以我希望 大家 大家要团结一次 我知道网路上有很多人 会在那边栓 其他的路权团体的人 大家在那边互栓 我希望大家不管 这些是不是网军还是怎样 我希望大家团结起来 有非常多的人 火哥什么企鹅什么 急车路权出信会 有非常多的人 在为这件事情努力 那这是半世纪累积下来的问题 当然不可能我们今天办一个很大的活动 交通部一系之间全部改掉 这一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要几十年的努力 但是没关系 我希望我们大家团结起来 好好支持我们这些路权团体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慢慢的一个一个改过来 希望有一天 有生之年 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小孩说 你看 现在可以起 是因为我们大家努力的结果 我们当年一起努力的结果 对 也是在座 所有人今天站在这边 一起努力的结果 所以今天 大家给自己 还有给我们Eric 一个掌声 好不好 谢谢 谢谢